今天来做咖啡小软包 打一个鸡蛋,倒搅拌锅中 加入15克的速溶咖啡 加入185克的鲜牛奶 加入30克的白糖 加入340克的普通面粉 7克的酵母粉 用搅拌机开始揉面 揉到面团不粘锅底 加入20克的食用油 3克的食盐 继续搅拌 搅拌至面团再一次不粘锅底 倒一点油在一个容器的底部 放入面团 面团的表面也抹一层食用油 用保鲜膜盖好 醒发至两倍大 面板上撒一些干粉防粘 对发好的面团进行排气 将面团擀开 擀成约2毫米厚的薄片 从一端卷起 用刀子分成12等份 取一个小面团 将面团擀开 从一端卷起 反过来再擀一下 再从另一端卷起 用手滚动 滚成一个光滑的小面团 同样的方法 做好所有的小面团 覆盖醒发30分钟 烤箱预热到320华氏度 160摄氏度 在醒发好的面包小生胚的表面 撒一层干粉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 烤15到18分钟 做个简单的三明治 再自己做一杯咖啡 体验一下 咖啡家咖啡的感觉 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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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